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知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跟大家来介绍一本书 也介绍了那么三位 那么女力的传奇了 好 这个本书是春家卫 春家卫 那我在我们今天线上连线的 就是春家卫食品的负责人苏雪莉 大家都叫她芦卫姐姐 芦卫姐姐你在线上吗 我在 韵芬你好 你是我的偶像 别这么说 我看到你的真的好佩服你 我们要跟大家聊聊 其实我觉得翻看你的书 我最感动的就是 一切都是从伟大的妈妈开始说起 是的 是的 从那个亲情开始 你自己也是大概四年级的后段班 好可惜 跟五年级就差一大段 你觉得从妈妈到你当中 有哪一些女性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妈妈那个时代的人 她大部分一般都是结婚之后 都是躲在那个丈夫的后面相夫教职 默默持家 然后那个年代 可是我妈是不是的 她就是跟我爸爸一起打拼 就是这样子的 她这种台湾阿信的那种精神 她每次看到那个日本那个 她觉得她就是那个台湾阿信 所以说他们那个年代比较困苦 到了我们这个年代 我们就是四年级后段班这边 这个年代呢 我们有比较好的一点的资源 然后就是像我妈妈 我就是要就是我这本书 就是我们做这本书 就是要从妈妈讲起 然后她从她开始在自己家里面的 那个菜园种两株如荧开始 我们就一路就走了二十年 然后她年轻的时候就很独立 然后开始这样子跟我爸爸一起打拼 然后她到了大概六十几岁的时候 就被我们被我们这些孩子强迫退休 那时候她已经在菜市场 卖那个素食的那个生意的摊位 我们就叫她不要再那么累了 就退下来 然后她才回到那个 她小时候的梦想的那种田园的生活 去种种菜啊 种种芦荟 然后就把她种了一堆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 有一段时间就开始跟她 就是要去协助她是这样子 如果说讲到说职任妇女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 就是四年级后段班 其实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毕业 只要愿意工作 其实不难找到 而且一旦我们去上班 也不会一旦 二十四的老家 大部分都是安安分分的在工作 然后就一点一点的累积 然后就可以的话就买个房子贷款 然后就是每一个月这样子 然后几年之后就会有一个 安生利利的一个基础在那边 大部分也都是夫妻一起打拼 是这样子 然后都是以双薪的那种 那个收入来维持家庭 还有那个孩子的教养 大概是这样 可是呢 现在 现在 就是资讯反而发达 然后比以前多了很多的那种 形态的那种工作 现在已经不可以再用 三百六十行来比喻了 现在年轻人 却找不到自己的人生的方向 也很迷茫 然后就是靠一份薪水 要买房 自产真的很困难 我觉得 而且现在的房价又高到天花板 对啊 真的 我觉得还蛮困难的 我觉得看你这本书 大家有很多的照片 还有看到你跟母亲的一个感情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是看到了 好像映照在我们女生 那一路走过来的一个心情 跟那个过程是一样的 比方说早年是比较坚毅的 对不对 然后要熬过来的 然后要养活自己 然后要为家庭来付出 你刚刚讲的 但妈妈在六十几岁之后呢 她开始去种芦荟 不肯闲下来 你自己转去做有机的 还不是闲不下来 所以你看一样的地方 真的还蛮多的耶 是啊是啊 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 因为我可能是看着她是这样 然后其实我的心里面 以前就有一个田园的梦 然后可是我没有那个 务农的基础 然后就是靠着那段时间 就是看她在种东西 然后就是慢慢的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 从事一个设计的工作 然后我在那个设计的工作里面 已经差不多也有十几年 差不多十几年的 十二年的时间 然后慢慢的就是我自己 自己开创我自己的 那个设计工作室 然后在那段时间 就我自己有二十年的 那个工作室的经验 可是那个时候 我已经到了五十几岁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 看她在种儒惠 那时候就有一点点 启发我那种 想要追求田园梦的那种梦想 然后那时候我就去协助她 之后我就真的下定决心 要就在五十五岁那一年 人家已经准备要退休了 我已经 我就想要踏入这个 有机的那个农业的这个部分 我就真的开始去 去追梦这样子 而且拉也拉不回来 就算要跑这么远的路 而且还把我那个 公务人员退休的先生拉进去 我真的她也好辛苦 可是我看你们照片很开心 对啊那个是汗擦完了之后 然后衣服穿好了 然后拍拍站好 然后拍照这样比较清爽 其实都在流汗 突然的话那个之前的状况 可能是蛮惨的 是啊对啊 其实务农都差不多了 大家都很累 可是呢 你为了就是说 我们就是收成之后 然后就是工作一段落之后 然后这边放钟的时候 那个心情就会很愉悦 就是那种环境里面的 给带给我们的那种快乐 就是其实不是说在冷气室里面吹一吹 就能够得到的那种那种欢乐 就是那种喜悦就对了 这样子啦 看到你的确是享受这样的一个田园之乐 而且其实你掌握还蛮不错 我们待会可以聊一聊 不过提到你就是两个女儿 那想法又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们女历 这个真的是三代 都有不同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很难得 你可以把它融合在一本书当中 去做一个呈现 是 应该是 如果是以女性从农的话 我应该是台湾第一本 用女性从农的角度 去写我们的故事 然后而且从没有经验 然后我就一路怎么走过来 然后怎么样去创立我们的农业的 这个春家味的品牌 然后开始去做加工 然后去行销 然后就是后来我们就是开始 要有一些行销导入那个食农教育 或是运用我们的食材去展现 整本书我觉得很丰富 因为有我们像我们那个农改厂的 那个老师啊 那黄老师 他拿到这本书的时候 他因为他是一个农业的博士 他其实面对很多很多的从农的 这个伙伴的一些年轻人 然后会是在农业里面打拼的 很多很认真的人 然后他看到我们的书 他就很不经意的都发出 我们这本书让他觉得 看起来心情会开 心情会开 你稍等 你稍等 我们要进广告一下 好 欢迎来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 那么在我们今天线上连线的来宾 是春家卫食品的负责人 大家喜欢称她为雪莉姐 或者是芦荟姐姐了 她是苏雪莉 那么她这本书春家卫 我们也贴在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可以同步看到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你的书让这个农业班的 看起来博士都觉得 你自己也是当班长 所以付出也蛮多的 其实我是一个不是说 因为种植很厉害才去当班长 因为我们那个班 我们产销班二十几个班员 大家都前辈 他们都很会众 可是我何德何能 能够去当人家的班长 是因为是说我有一个热情 就是热忱 就是服务大家 服务我们班员 因为我们那个有机班 是要每一年都要有机验证的 那我们那些前辈 就是有技术 当然都很会众 可是他们就对那种 就是电脑比较没有办法 因为我自己本身 在学习有机的时候 我都是用电脑做记录 所以在验证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欠缺的资料 我会去协助 然后我也因为有一次的 一些那个机会 帮我们的这些前辈销售 销售一些那个种好的农产品 然后那些前辈觉得 我是一个可以协助大家的人 不因为说我的种族技术 比较薄弱 他就觉得说 我可以来领导大家这样子 然后就选我当班长 我也觉得很讶异这样子 可是我看你做得很开心 一个女生系领导 大家我觉得也是战战兢兢 不过就是 大家一起共好的那种心情 这样子来带领我们的小班 这样子 对啊 其中当然有很多角色的转换 我们刚刚讲过了 你跟妈妈的一个配合 还有个女儿的一个带领 我们来聊聊 其实你也有很多 这个挣扎痛苦的一个经验 你也是有被通路商被骗啊 对不对 被骗的话 就是可能就是来下单不出货 或是一些 那个或是说我们之前 那个有我们春家味品牌 我们开始在开发 我们的那个芦荟产品的时候 需要一些行销嘛 然后就是一定 中北部的那个客群会比较多 然后消费能力也比较够 然后那个经销商就是也是从中北部来找我们 要配合 然后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合作的还不错啦 可是他觉得他想要占所有的那个新北 那个新竹以北的市场 可是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本身有一些通路就在跑了 就是在这里面的合作没有谈好 就是我们觉得也不太OK 然后结果他他就他就有一些合作不愉快 然后最后呢 他就就自己去做他自己用我们的这种 芦荟面啊米豆签啊 就是铺在我们原来进入的那个通路 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 因为年轻人啊 我是觉得是说 因为我算是一个欧巴桑 去创意的这个芦荟雷丝面 芦荟面 芦荟面啊米豆签这一些 是我开始创意的 可是年轻人我就觉得要建议就是说 要还是要靠创意 不要去 不要去斩人的竹子买啦 这样子不好 这样子 对 不喜欢 对 等于是他有剽欠你的东西 不过你就让他过了吗 可是我们的芦荟不能注册 雷丝面不能注册 芦荟面不能注册 有没有 这种 没有办法 哇 对 不够快 好啦 不够快 还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是从专业的一个设计 然后来做一个农夫 对不对 然后也有很多人 像我看到你那个书最后 你做的菜 难怪有人讲说 要是没吃过雪莉姐的菜 那你这辈子真是白活了 芦荟 你下次来台南 台南 来台南 然后来我们的女力厨房 我叫我们两个女儿 我们煮我们的那个书里面的 你看你爱哪一道菜 我们就煮出来给你吃 我通通都咬 这是真的 真的 女力厨房 女力厨房 根本为女力开的 因为我们这个女力厨房 就是为了我们那个女性产销班 的班员 就是要让他有一个平台 可以展展现他们的农作物 比如说我们有开过那个 梅子季节刚过 有没有 从青梅 青梅 腌枝梅 梅酒 什么的 那些课程 那还有蝶豆花的可以来食饭 小黄瓜可以凉拌 就是我们会开一些课程 那我们会有女力厨房 这个创意就是想要让女性 在从容的这一块 因为我们我认识很多那个 我们产销班都是女性 他们有种芭拉 种香蕉 种荔枝 那个好多 好多那个百香果 什么的 各式各样的 那如果一季节的话 安排他们来 来分享他们的作物 不是很棒吗 所以特别真的就是为了 女力来打造一个厨房 以前我们进厨房是不甘不愿的 对不对 煮得整身苦干 现在是很开心的 开创一下自己的一个事业 那我们来聊一聊 从那个两株的这个芦荟 到了一大片 真的这么的一个辛苦 你有没有挣扎过 你有没有想要放弃过 你说那个挣扎放弃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从那个开始 从在当公司里面吹冷气 的那种贵妇 对对 贵妇 然后到田里面去 放人头 要整个做 这个从那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七早八晚了 很早就要去 然后很晚就要回来 反正田里面的事情 很多事情 都真的做不完 真的 可是呢 如果说像我这样走过来 一路这样子走过来 我觉得 因为我的目标很明确 我就是要做那个农产的加工品 因为我是被这个原料有需求 而且想要挑战最高的等级 就是有机验证的原料 所以呢 我自己已经很明确要做这个 为什么我一定要做那个农产加工品 就是因为我想要延长这个农产的销售期 像是因为农业里面 不能够只有拼体力 还是要拼创意 你要有一些亮点 然后掌握自己的亮点 你才有办法去 去延长你这个 这个销售期 而且可以拼出一点 经济的基础出来 所以如果说 我又没有后悔 想要放弃 我只是说如果我可以的话 我可以选择更早 投入有机的农业这个经营 毕竟呢 我还有很多的想法 想要去实现 这样子 因为现在的农业 对 看起来你根本就不会后悔嘛 对不对 还说很不早 我没有后悔 我没有后悔 真的很开心做 很感养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的雪莉姐 芦荟姐姐来聊一聊 其实我们对芦荟的认识 蛮少的 对对对 我只有印象最深刻是 我有一次几年前我去晒伤 可能我们的那个制作人费荣知道 他看到我晒伤之后 说芦荟姐你怎么这么严重 结果他立刻去订了一罐乳慧膏给我 然后我跟他说 这些糕糕粘粘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擦这个你要涂厚一点 然后果然我就不痛了 不然的话我以前擦乳液擦什么的 哇那个脱皮很痛的 就他擦了那个芦荟那个高之后 涂得很厚 费荣你还记得吗 对就好了 所以我们大概只知道芦荟的那个 那个大概芦荟高的一个用途 我们都不知道芦荟有这么好用 你怎么会发现芦荟这么好用啊 对啊 那个我也是研究出来的 因为我之前也是一样 就是停留在那个芦荟 就是做美容啊 保养品这样子而已 可是后来呢 我发现 这个芦荟可以做饮品里面的 那个脆脆的东西 那我想说那个芦荟是可以吃的啊 有 然后对 然后就是我妈开始种那么多 出来之后呢 她叫我去帮她卖嘛 然后后来我们有经过一个风灾之后 那个过程在书里面有写很精彩 然后我就是去发现说 我们南部这边 因为要 我一直想要做吃的 小比较多 然后就是我们南部 台南这边都会有那个芋面 有没有 芋面不是开了阿门可以去做芋名吗 那个就是那个淡奶素可以吃 那个鸭蛋不是有咯咯咯吗 然后那个芋荟也是哥哥 然后我是想说用芋荟来取代那个鸭蛋 去试试看 因为它就可以变成素的面条 那结果那个效果非常好 很好吃 超好吃 然后那个 玉芬你刚刚有说你之前晒伤 涂那个芋荟 对 它里面因为有那个纤维里面有那种木质素 它是帮助渗透的 所以那个 它那个进进去 它有那种消炎阵痛 那个 那个消肿的效果 所以说你那个芋荟这样用 就是它就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外用的话 如果吃的东西 就是我一直在想说 做这个最小的 所以我们有把它做 芋荟有入菜 做饮品 做甜点 做汤品 沙拉 或者我把它做成加工品 我这个书里面 有38道美食 就是用我们农场的 这个作物去做的 你自己开发的 对啊 我们就自己弄啊 反正很爱吃 有厨房 然后每天都要吃 你自己 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道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最喜欢那个鲜酥沙拉 因为我们有 我们自己有芋荟的 我们有彩色面 然后 然后用那个 我们那个 生菜沙拉 然后芋荟 切丁 烫一下 摆盘 然后面条放进去 就淋上我们爱的 胡麻酱啊 或是腌脂梅酱啊 或是任何什么 那个香柚酱啊 都可以 都超好吃 夏天这样吃 有得好 那个螺蟹 是不是就是把它扒开以后 那个就可以直接切来吃啊 对啊 把那个叶子去 那个一皮 削掉 然后把那个 透明的那个肉 切出来 切出来之后 你就煮一锅水 把它汆烫过 那个 鱼中的 酸酸的 再把那个大黄素 就把它烫过 然后捞起来 那些干干净净 清透的 芦荟 你就看你要加在 优格 加一点蜂蜜 加一点柠檬 冰糖 或是百香果 任何 你都可以 有 你这样吃最好 有 我在那个茶饮店 有没有 它其实会有加入 这个 这个 芦荟 嗯 都切成这样 丁丁的 对 丁状 然后 煮汤 煮汤也是很赞 就是 那个 你爱的食材 弄一弄 准备一下 然后用那个电锅 隔水 然后一杯水进去 气下去 跳起来 那个汤就清了 很赞 这个时候讲就是 会流口水 真的 有啦 我们书里面 有分享好多美食 然后大家都看了 都会照那个 想要做 真的 会啊 会啊 像那个台南 台南很有名的是 那个达鲁面 有没有 有达鲁面 我最后做这个 真的 我看不见 我那个 外星人都吃大鲁面 可是我觉得很像 他这个 他这个 外星人是 打鲁面 可是那个 我们南部人是 打鲁面 是那个 那个 那个 嫌嬌 嫌嬌 就是 打鲁面 就是 亲家朋友来帮忙 中午时 煮一个 打鲁面 亲家朋友 他里面 有中泡沙的味 中泡沙在嗑咸 就要先嗑一段 要叫他来 真的啊 好吃才给他做 对 他下餐 那个结婚啊 什么闺女 就会请他来做菜 这不是很像 吃菜咪吗 没有没有 他不只吃菜咪 他里面是山珍海味 真的 是 但他风味是山珍海味 真的 山珍海味 对 山珍海味 对 然后会咕咕咕咕 烤鲁 烤鲁 没改革 那就跟我们的那个大鲁面 有点像啦 大鲁面比较偏一点 有点酸酸 有没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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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 因为这个 关庙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撈米 他里面 就有叉虚 叉虚啦 然后有那个肉 然后反正就 山珍海味的味道 就是 中泡沙的气味 你看这是台南人的骄傲 就是我们都是山珍海味 这都是山珍海味 对啦 对 在那里面 跟你们的不同 我们都是好吃 不同 那气味不同 真的 真的 我真的觉得 真的女力真的很美丽 你看 你做种儒惠 然后你就努力去种就好了 可是你还要去开发产品 因为毕竟你要 让他能够有好的这个销售 对不对 不然你种这么多 你要去 对不对 就是孩子 帮大人你要负责 嫁娃 就帮好 对吧 穿得好 然后你还要还要加工 还要推广 有哦 那推广也是一条漫漫的路 真的是从都不懂 开始 然后也熬到孩子长大 然后 哦 那给他负责 那是有隔壁 那时候就要来盗用 就是那个外销都要靠他们 语文能力要拿出来啊 要不然怎么销售 对不对 对 对 还好你小时候都有逼他们 我没有逼啊 我是好好的栽培 好好栽培 对 两个女儿真的 个性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 也都很愿意协助家里来做一些 不管是行销 或者是推广的工作 我觉得这也就开心了 你当一个老婆 这样已经很开心了 对啊 有乖乖就好 有要做就好 对啊 最后又带小孩来盗做 我现在也很希望 不过那个已经先回法国 在吃头路了 不过我们的女儿 也是有一个愿望 就是想要把台湾的好商品 带去 这句话真好 真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 卢慧姐姐 也可以他们谈谈 他们的卢慧家族 看到他们女力的一个传承 不过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你说妈妈并没有限制 你要念什么 对做什么 所以你也不会去限制 孩子的一个发展 这说起来容易啊 但要做到其实是不容易的 对啊 是不容易啊 不过也是要从旁引导 要听听她的想法 然后给她建议这样子 像她告诉你说 她要念设计 你不会说妈妈做设计 做这么辛苦 你也不要做啊 你也不会这样说 没有啦 不会 其实有自己的临心 对啊 对啊 那如果她以后要嫁到国外去 你也OK吗 我可能我会对她去找 你这样想也好 想得开的啦 想得开的啦 对啊 没有人都会说 哎 很不甘的啊 对啊 不甘是一定是会的 对啊 那我们提到了 就是说当然女儿能够来接班 这个是最好 或者来协助啦 那当然自己喜欢做自己的工作 然后你把这个如慧 做这样子一个 淋漓尽致的一个发展 不过我们现在 疫情这么严重啊 台北很严重啊 台南还好吗 台南我感觉 也是有严重啊 不过我们已经控制到 不错啦 就是乖乖啊 都有照政府的政策 在走 我也很乖啊 对啊 对啊 乖乖 现在就是现在 疫情这样子 因为我们以前是 从传统的采买嘛 跟消费者比较多的面对面 沟通 现在的话 都是转向那个 那个平台购物啊 或是说 可能就是耐群购物 传购那个少年人 一家是大人 要怎么用那 然后就是也会 年轻人会带购 或什么的 我们变成网路上面的订单 会比较多一点 也是这样子 或是说 我们也是 也是有上架到 那个超市啊 融会超市的一些平台上面 都会有 可是相信下 就是那种自己来采买的 会比较少 不过就是因为这个是 那个时事所趋嘛 也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也是要要去面对 这样子的那种转变 这不得不 然后而且现在不止疫情 还有战争 现在在抢粮 黄小玉大涨 黄小玉啊 黄小玉那个三个啊 大涨 面粉涨了 我们现在已经50%了 天啊 面粉50%了 真的下个月 六月七月还在涨 我都不知道 要怎么办 然后可是呢 就是因为好在 我们台湾我自己有农业自己产米 所以这个时候更显得农业很重要 那农人啊农业没生产 我大概大家都吃草 所以我们要吃农爱农 支持台湾农业 对那你做面要面粉啊 要面粉啊 对啊 不过我有农业呢 我有农有机米呢 不过我农一只而已 我只有种一起 做的米不会很多 然后就是 没办法呢 就是面条 甚至我的大宗的 那个产品 可是 农业了嘛 是要面粉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其实你种的 不是只有芦荟而已 你有一些五股杂粮 其实你都有在种 地瓜有在种啊 有啊 有 地瓜 有那个73号的紫地瓜 53号的那个 那个黄金地瓜 然后有甜菜跟 有南瓜 那个都有啊 还有种过冬瓜 种过米豆 种过天 那个青龙椒啊 好多哦 黑白犬 多多呢 都是自己 要加工用的原料 自己种 这样子安心 哦 所以你看 你的芦荟面就有绿的 然后也有红的 那个红的应该是加铁 加甜菜根 哦 对 甜菜根超级食物 真的 哦 其实是很厉害的哦 真的 哦 好像国外的人 比较习惯吃啊 我们大概只打打汁 然后这样吃而已哦 嗯 打打汁 啊我 我建议大家 可以吃 那个沙拉 或是把它做成汤 也很好 做成那个 罗宋汤 我们书本里面 有一个那个 俄罗斯红汤 它起源于那个 乌克兰 对 他这个 他这个俄罗斯红汤 我们里面有道地 因为我们那个大女儿 去那个俄罗斯留学 嗯 他那种俄罗斯红汤 我也要找 去吃过他们的俄罗斯的红汤 真的还蛮好吃的 把它学回来 然后就是用那个方式 自己有种 就自己做来吃吃看 还蛮好吃的 我现在发现 你已经从那个产地 一直到餐桌了 对 对 一分你知道吗 那个 我的理想就是要投入 食农教育 对 那个场域里面 有那种植物疗愈 那个农场的景观 油气 打造一个 生物多样性的 自然农场 然后完成一种 一个 农村的生活 这是我的理想 真的 哇 听起来你说 从产地 然后要到桌上 能够安心的一个使用 讲是觉得好像很简单 就从你们家院子 然后倒餐桌 可是这条路走了好久 对不对 走很久 我如果开始投入 投入那个油基农业 我走七年 我走七年 不算我妈妈那一块 我自己走的话 走七年 这样子 对 妈妈那一块 再加进来的话 哇 这时间又更久了 所以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滋味 会会让你能够 这么的醉心 然后这么的迷恋 然后走了这么久 我觉得蛮幸福的 我觉得是 如果 因为我觉得 幸福 要掺杂的泪水 跟辛苦 你才会觉得 有脂有味 好有智慧的 一句话 真的 你就是一直甜甜 一直甜甜 你怎么 就是那个 很简单的甜甜 可是你没有 幸福 没有泪水 这个甜甜 就不会有 那个丰富的滋味了 对 对 所以常常觉得说 我们女性的一个特质 就是呢 我们讲了 很建议 然后我们愿意学习 然后愿意能够去做一些改变 而且很会坚持下去去做 可是你把它真的是发挥到一个淋漓尽致 然后会觉得甘之如鱼 那现在疫情你们的女力厨房有稍微休息一下吗 有啊 当然要休息 不过我们会做那些让人家预购的东西 蔬菜香 然后这我们会有不定期 我们用自己的农产品 比如说我们纸地瓜南瓜 我们来做烘焙 然后让人家订 然后就是弄在纸 或是蔬菜香配我的面啊米啊 这样子寄去 如果台北的朋友要订蔬菜香 可以加入我们那个 那个春家卫的那个9.8里面来订 好 没关系 我们会把它贴在粉丝团当中啦 对 让大家可以同步的一个看到啦 好 对啊 我们中广要好物事迹 我们也很想加入这个 我帮你问问看 你真的有了解中广啊 你真的有爱中广啊 有啊 通广的那个米呢 对啊 也是那个 很用爱心去灌溉的米耶 对啊 我跟你说 那个净有机米 真的一次就上手 可是我有高人指导 哇 太好了 有机的 真的有机的 都没有用农药 没有什么不行 都完全不行 这样子就可以种出来 我好佩服我自己 哇 真厉害 真厉害 真厉害啦 好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我们的卢慧姐姐啊 她这本书 当然我们会以为 她是一本家书啦 因为谈到了妈妈自己 还有两个女儿 等于算是三代 她们的一个传奇 然后怎么样 种卢慧开始 然后一直从产地 然后到餐桌上 然后甚至还开设了 女力厨房 然后做一些 全省的一个 配销的一个工作 也就是你开始了 你就不能停下来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 女生很关注的一个议题 就是好好的去做 把它做完 你就觉得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情了 非常谢谢 卢慧姐姐 我们把这本书 贴在粉丝团当中啦 也祝你越来越好啦 我们都一起度过疫情吧 好不好 然后希望能够去参观 你的履历厨房 太好了 我好期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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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卢慧姐姐 非常的感谢她 那明天呢 也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明天我们就会 好好的针对 这个现在市场的一个乱象 提到的防疫保单 甚至未来 还有这个疫苗保单 可能都会出状况 我们明天会花时间 好好跟大家聊聊 好 今天节目都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了 谢谢大家 拜拜 I like I like radio